我要邁進塔計畫 邁進塔計畫 邁進塔計畫 為了邁進塔計畫 賈伯斯不惜高薪挖角 百事可樂總裁 這幾年大陸也不斷挖走 台灣科技人才 讓外界憂心 台灣成了全球最好挖人才的國家 中國大陸會對台灣人才有興趣的 當然還是屬於那種高科技 非常高端的技術 那或者是說像 比如說醫療啦 比如說像地產啦 如果沒有一個很明確的遠景的時候 那我想這些人才也可能會鬆動 舞台縮小 出走求發展 不只大陸直接來挖人 台灣的員工也想外派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 大陸外派佔比一般人員 只有16% 基層主管24% 高階主管甚至破半 中階以下的人才 都已經非常非常的充沛的時候 那他著眼的一定是 那個含金量很高的 從高科技到高端服務產業 越挖越高層 就是要核心技術 員工出走除了想找舞台 現實面元兇就是低薪 中階以下的人才 事實上現在到中國大陸去 我想薪水月累 1.2倍到1.5倍左右 曾經傳出薪水新台幣 直接換成人民幣給 科技業基層跳槽 薪水2到5倍 經理級以上5倍起跳 服務業平均也有2到5倍 對我們的衝擊應該 就是人才被挖腳了 所以我們也是要積極培養人才 財經首長喊話 技出幫企業留財方案 員工分紅入股等可還繳稅5年 行政院嚴理新增房挖腳條款 發放限制型股票 讓員工享有課稅優惠 挽留員工的入股的比例的問題 那我們已經公佈實施 只怕發股票分紅治標不治本 想留人才改善低薪 恐怕才能解決根本問題 東正財營新聞 蕭韓雲家豪台北報導 15斤 15斤